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我们接下来一场比赛是客场对多特蒙德 第二轮,第一轮我们2比1主场小胜 所以晋级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联赛我们现在领先排名第二的曼联 13个积分,还有11轮的比赛 这个星期又可以很少见了,就全表现好了 留这种言 嘿头儿我想着该过来露个面 感谢您对我这么有信心让我上场 这是上期最后30啊 组总监战胜埃佛顿他冒起法之后给我留了眼 客场对多特蒙德,我们还是替补阵容吧 不过我得把球队名单稍微调整一下 放上来一些大盘上来,以防不测 把多纳鲁马换上来,稍微稳一点 然后替补其中,坐着伯格巴的马下 万有什么意外的话,还有机会翻盘 我们看看这次多特蒙德首发呀 克雷亚首发了 张伯伦还继续首发 其实多特蒙德中后场还是挺强的 这个球场的氛围也不错 我们感受一下 竟然没断下来,克雷亚这么猫 克雷亚难道是没吸的节奏吧 0比1,什么一瞬间我上抢啊 还是晚了一步 我们要不进球基本上贵了 果然不好提 好的,1比1 克雷亚太牛 太牛掰了,克雷亚 这都没断下来 1,4 毫无力量 就算设众啊,估计也被文匠没收啊 换个人吧 把这个伯格巴和马下尔放上来 阿索罗,YES 基本上我们晋级了,克雷亚要拿到一个进球 阿索罗,助攻,马歇尔轻松把球球送进3比1 贝利普又进了一个2比3 表现最好的竟然是考克斯 不是阿索罗吗 阿索罗两个进球 考克斯有两个出攻 阿索罗两个进球一个出攻呢 不过考克斯,传球成立800,潘态成立800 强断失败了 总而来说考克斯确实表现不错 我不管看巴强都是谁啊 多特蒙德 大瓦里战胜了切尔西 黄马战胜了摩大哥 拉切尔也紧急了 接下来是巴萨和马静 然后尤文图斯和我们 接下来客场对那些色诚 还是用手腕这种模拟过去 来色诚有一阵子踢得不错 好像最近有点下滑了吧 1比1 对方后卫都进球 萨内场局不进一个球吗 五一刀呗 客场要是踢平了也可以接受 客场踢平了 我们有一个球员自由离队了 后卫 输出也低 我们还是有不少队员合同的到期了 赶紧抓紧给他们续一份合同 获克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给一份合同的 就看看他 他已经自动要转会了 麦克纳米要踢个一份合同 他还挺不错的 接手薪水要求也不高 三万 肖也要续一份 四万薪水 然后一百五十万的签约奖金 按着麦克纳米那个给的吗 差不多吧 满意 OK 估计给多 还有他这个后卫也不错 这个比肖少给点三万五加一百万签约奖金 也同意 有这个轻薪要离队了 叫做V V拉巴 V拉巴 看看是谁啊 17岁一个后腰85到91 好 这好叫四星花式 左脚 这可以搞一搞 多亏也好 低高 这也可以练练 接下来主场对利物浦 利物浦排名第四 我们调一下战术 还是模拟过去 利物浦输给曼联 直接门将搞伤 库尼尔 加布里埃尔 科斯塔 哥里兹卡 其实利物浦还不错 后方线稍微差点 中前价还挺好的 马夏尔帮助我们首开记录 科斯塔奔平了 萨内 萨内设施点球 我要的不是这个 萨内在搞什么最近 这个莫里斯要修离队了 颜色中场86到92 18岁了 来吧 这对中场 加速74 敏捷74 空球823 哦 双五星 哈 来了 180英格兰 非常好 莫愧差点滴滴 但没关系 来来来 你往前放 以后就练你了 莫里斯 哦 我拿到了最佳经理 耶 科长队 普斯茅夫 现在主要是联赛 领先分数太多了 踢不踢得也没太大所谓 也不看了 跳过去吧 二比零既然赢下来了 布安特 萨内 格杰尼克球 主场对西汉摩 我们用Tip这种 模拟过去试试 西汉摩最近状态不好 应该有机会吧 我们这个分数 渐渐被这个曼联追上来了 但是我们还少赛团一场 才差 现在差八个几分吧 哎呦 也没几轮了 七八轮比赛 应该问题也不大了 西汉摩 科曼 内特普 库克 卡罗尔 肖进了个球 还有28 奥比扬 丹多克 我们看还挺强的 踢平我都能接受 卡罗尔又补了一刀 还是踢平了 我虽然说踢平能接受吧 但我还希望能赢的 好吧 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对 卢文图斯欧冠的比赛 又是卢文图斯 就不能给我们分配点 其他的对手吗 先克后主 换为手啊任职自己踢吧 卢文窩呢 迪巴拉 跟上赛期差不多 先是换员换错 然后一激动摁了个战抢 扑错方向 0米1 来一个空隙 以为是空隙 还是踢在后卫腿啊 马歇尔 终于1比1 萨内最后射的这什么 主要是前面过得挺好 我想让他一条龙啊 不然的话合理一点 应该传给马歇尔的 这就可以踢空门了 这就可以踢空门了 再准空门了 再次踢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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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迪巴拉 断龙马好牛叉的扑舅啊 马歇尔 客场2比1小胜 主场对埃佛顿 我们还是换掉Tip阵容模拟过去 因为再接下来隔两天 就是主场对 刘文图斯的第二轮比赛 伯格巴 伯格巴 Tip阵容应该调整一下 伯格巴当手发用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伯格巴那个体能还是很好的 伊特纳乔搬平 伯格巴 能不能赢下来 我也说不好 赢下来了 伯格巴还有用的 要不是AI把伯格巴换上去 没这场比赛还真赢不下来 那边曼联3比1战胜蓝切色城 蓝奇尼没开二度 蓝奇尼感觉在曼联踢得还挺不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甩不开他们的原因吗 早是不把蓝奇尼曼联曼联了 半决赛 切尔西 这也是两天之后的比赛 赛密度这么大 那我们还是Tip阵容踢吧 对于尤文图斯这场比赛 毕竟我们首轮2比1还是在客场赢了 有两个客场进球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阿内兹 烂 可惜最后射门选择不好 竟然选择打近角 远斯还往这身上踢 撒内 阿阿踢皮安的 跟着不用左脚 0比1 Warner顶进个头球 出场0比1输掉 但我们还是晋级了 晋级的还有巴黎 黄马 巴萨 联赛呢 我们领先排名第二 曼联9个积分 还有6轮 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们之前不是说拿几个冠军留几个大盘球员吗 我们现在三个冠军的希望还都有 组总监联赛还有欧冠 我觉得留人我们这么留吧 就是前场留一个中场一个后场留一个 门将后场算在一起 我想啊 从这期开始我们搞个投票 从后场开始 怎么投呢 我会留几条评论 然后每条评论包含着一个候选权的名字 然后大家希望我留谁啊 就在那个名字后面点赞就行了 然后最后统计一下 看看哪个球员点赞最多 我们最后就留谁 像是今天的话 门将价后场的话 有多亚鲁马 还有瓦拉内 还有库库雷拉 就完了 就这三个人嘛 然后我会把他们名字发这个三条评论的 大家希望留谁啊 就在后面投票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不要忘记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